可能剛才沒有很小說的騰訊 幫Mandy問一下 騰訊能不能進入呢? 是 騰訊來說 剛才略略說到 那個看法相對來說是比較頑皮的 它不是不能彈 其實它也由8月初低位288 其實都彈到現在382、383 其實理論這個月內 它是逆著市場 其實是一個單月來的 它不是說差的 但是只不過你可以 因為之前的跌得很急很多 而且勢來說還是處於一個偏弱 因為剛才也說的 它還有幾個陰霾 一來都是大股東減辭 雖然近期可以做法回購 是頂得下的 但是這也是有些困擾 二來就行業性質那樣東西 始終遊戲行業來說 剛才提到又不會特別受惠到國策 但是這論行遊戲表現 又不是特別理想的 如果你出了業績 會拍到網易來比 其實它是差一點的 所以不是說它沒得升 但是你也要想 可能短期的升勢會相對弱一點 還有到現在五十天線附近的位置 我相信短期的阻力也會有一點 因為剛才看到 由280多上到現在330 其實頭到尾都升了差不多50元上來 其實幅度是一成多又多了 所以開始會是慢一點 我覺得可能如果你要撐的 看看有機會回回一點點 例如留在3001這些位置 去到10.20天線附近 而是繼續守得穩的 到時才博會好一點 約3001博 你起碼下面穿2888做個止洩 也不是很傷的 輸都是20多元左右 所以我覺得可以這樣考慮 反而就要等它上面升穿多次 那五十天線就駁它去挨近305邊 做個目標 這樣會比較好一點